大家好,我是大白话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部 人类都得了不能出门的病 只能在家里待着的电影 末日后节 非要说,咱们来看电影吧 这部电影说的是啥的 说了,那是发生在不知道哪一年的美国 咱们的男主就是这个头发茂密的小哥哥 在这里我们叫做茂密哥 作为一个程序员 还有这么茂密的毛发 是不是很难得 更加难得的是啥的 那就是程序员竟然还有女朋友 而且他的女朋友一直都想给他生个孩子 只不过现在的茂密哥还不想生孩子 毕竟咱们还年轻对不对 本来平淡无奇的生活 在这一天被新闻打破 先是说有一个火山爆发了 然后又说一个小伙子在家里自杀了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公司里还被开除了一个员工 就是因为这个老伙计 几周都没回家 就在公司住 我要是老板肯定也不干 你这是省钱省到公司来了 万万没想到 当宝安把这个大兄弟轰到门外的时候 意外的事情就发生了 大兄弟嘴外演习之多说 咱们这帮人赶紧把他抬起来 可惜已经为时一万 这个大兄弟嫁客西游 关键到底咋回事 咱们也都不知道 当然了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 全世界开始有人 陆续得了这种不能出门的病 虽然有一些人不愿意相信这种病 但可是一出门肯定就会死笑笑 茂密哥和女朋友暂时都没啥事 在家看客新闻 结果因为新闻上说有女人 在这个时候生孩子 当时茂密哥就说了一句话 这个时候还生啥孩子 本来就是一个直男随便说的 没想到女朋友还生气了 茂密哥作为一个程序员 直男这种属性必须要有 所以和女朋友也陷入了冷战 话又说回来 直男也是男的 后来想要给女朋友道歉 结果发现女朋友 已经到自己闺蜜那了 于是茂密哥就要去找女朋友 可是他一出门就觉得不对劲 原来他也得了这种不能出门的病 没有办法 茂密哥也只能在公司里生活 跟其他得病的同事们一起混日子 食物也越来越少 所以大家想了一个办法离开这里 那就是挖隧道 黄天不负有心人 还真就打通了城市的隧道 就这样大家准备离开公司 前往自己的目的地 茂密哥要跟上司一起走 因为上司有个导航 只要上司帮他回到家里 他就把自己的东西全部给上司 于是咱们这两个人开始上路 但可是这一路上也不太平 首先是隧道里的这些难民 还不如他们 食物短缺不说 这里的人们都已经丧失了人性 都非常的暴力 上司的背包也被人家抢走 而且人家还有枪 都是世界末日啊 都是为了生活 谁怕谁啊 上司就跟坏蛋们扭打在一起 硬生生的抢到了手枪 然后和茂密哥一起离开了这里 继续前进 终于他们来到了茂密哥家的楼下 他们又没习惯炸了一个大洞 从这个大洞 他们进入了公寓里 顺利的回到了家 不过这里已经被另外一家人占领 还差一点打起来 后来才知道 原来他们来的时候家里就没人 茂密哥也看到了一个彩操 原来女朋友竟然怀孕了 接下来 茂密哥还要去女朋友工作的地方找他 上司这个时候就不干了 你的目的地已经到了 真把我当成你的导航了是不是 由于意见不合 两个人打了一架 不过还好 老爷们打完了还可以坐下来聊聊 上司想要去医院看看 因为他爹还在医院里 只要他们到了医院 就可以把导航给咱们的茂密哥 于是咱们这两个老爷们开始前往医院 在这个期间 还在教堂偶遇了一只大熊虾子 可能是太长时间没吃饭 熊虾子攻击性很强 还好咱们有主角光环 熊虾子最后也变成了烤肉 在这里我要说一句 任何野生动物都不要吃 就算有辣椒面子人也不能吃 吃饱了之后 咱们继续前往医院 可惜啊 当他们来到医院的时候发现 这里已经发生了火灾 看到大火中的医院 上司再是心如刀割 差一点就跳窗智商 追寻自己老爸的脚步 多亏了茂密哥及时来向 好死还不如赖活着你 对不对 上司把导航给了咱们 他自己在这里冷静冷静 茂密哥一个人来到了女朋友上班的地方 这里已经没人了 不过在镜子上写了线数 是女朋友同事写的 说他们在一个超市 茂密哥来到了超市的时候 这里已经被一群人占领不让进 然后又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了一群人 攻击了超市要抢食物 趁着混乱的时候 茂密哥找到了女朋友的同事 同事就说了 你女朋友怀孕了 之前去妇幽保健院了 就在茂密哥打算前往妇幽保健院的时候 一名歹徒还要袭击他 关键时刻 上司及时赶到帮他解除了危机 谁要是有个这样的好上司 这是修来的福分呢 终于咱们这两个人来到了富有保健院的楼下 但可是隧道根本就过不去 茂密哥也只能在对面的大楼看到女朋友 就在这个温馨的时刻 上司忽然就不行了 因为之前跟歹徒打架的时候 他其实受了重伤 在临死之前 他让茂密哥勇敢的走出去 没事走两步 为了自己的女朋友 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为了上司的鸡汤 茂密哥顶着死亡的危险 走到了富有保健院跟女朋友会合 就这样 茂密哥和女朋友两个人幸福的生活着 虽然不能出去 在家里也是挺幸福的 而且他们的孩子竟然没有这种病 可以在外面自由的玩耍 直到有一天 家门口来了一群孩子 都是不怕出门的孩子 茂密哥让自己的儿子跟他们一起走 毕竟外面的世界才是精彩的 电影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个傻包里 能在家待着也是一个本事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默默啊